蔡總統的元旦文告有講到說兩岸恢復健康有序的交往 那這個是不是健康有序的交往 我想基本上所謂健康有序呢 他基本上原來是針對疫情的滋扣所要的 那我們是認為說只要沒有統戰跟政治的意圖的話 那我們就會比較朝向所謂健康有序的角度去處理 所以陸生 我是在問陸生團的訪問 對那因為他一開始他有所謂的這個 這個學校的黨組 這個也就是黨組的書記來帶隊 那我想這個在我們的在我們這個 我們向來都認為說校園不應該有所謂政治力的介入 所以很多 所以你對台灣的民主沒有信心 什麼民主 我說對台灣的民主沒有信心 我們是對對岸的統戰我們不可能去配合他 所以